有民众日前到鲤鱼潭游玩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一种大只的熬虾 一查才知道原来是外来种 它的名字叫做澳洲红熬遮虾 作为观赏以及食用居多 就怕外来种入侵 影响到潭里的西虾减少 压缩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 民众也呼吁相关单位要重视这个问题 用于往大力捞一维维活跳跳声猛乱动的虾子 被放进了箱子当中 这些全都是来自澳洲的红熬熬虾 如今在鲤鱼潭也能看见它的踪影 就有当地的餐厅业者表示 现在西虾都不见了 反倒是这些熬虾 一个晚上就可以抓到20多只 那时候假如说我们在放虾笼的话 有时候它进的时候一次都抓2、30只左右 目前现在活跳虾是很少 现在有的话大部分都说人家来 他们抓上来就是一斤多半斤这样 只有打个招呼客人而已 今年我们在监测的时候 在鲤团做监测的时候 是在今年年初就有看到 就是所谓的捕虾人有抓到这些澳洲小龙虾 那依据我的估计 至少这个小龙虾在鲤团团 应该有两年以上 因为这种澳洲的淡水熬虾 它本身它就是砸食性的生物 那砸食性它水草也会吃啊 然后一些枯叶也会吃啊 也会吃一些小型的底气动物啊 那它的繁殖力又够强 它的漆地的竞争力又够强 所以说它当它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没有 原生总没有竞争力啊 所以它一些漆地都被占光了 食物都被吃掉了 那当然对生害影响非常大 两只大凹在空中不断挥舞 看起来相当凶猛 至于这些凹虾是多久之前出现 数量有多少都还得经过调查 不过当地居民也呼吁相关单位 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 不然外来物种其门踏户 恐怕会影响到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 记者徐立芹 寿风相报导